既然要来到台湾落地生根了 那我们就多多了解台湾这块 多多让自己成为这块土地的一份子 泰国有几所大学领毕业证书是跟泰皇领的 法证大学是其中一所大学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排队 然后一对一 然后他就递给你这样子 跟他领毕业证书 我叫张绍林来自泰国 那我来台湾已经有14块15年了 可是我真正的回来台湾生活 那就大概在四年前 辞掉我的工服员的工作回来台湾 乔委会他每年有一笔经费 以前是委托救国兰承办 他就是会邀请分地区分时间 邀请海外华侠来 那我当时就是其中一位部导员 那20天过后他就回去泰国了 那你们都有保持联络 不过就命运吧 他考上工服员去台北受训 然后就说我来台北受训了 他说真的吗太棒了 然后就放假了就去找他 然后就这样子开始交往 在我进去分行跟结婚是同一年的 那我也告诉先生说 我只要在分行做一年就好了 对所以每一年就说做一年就好了 到时一年都还没有回来 没有办法有把握说回到台湾 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其实我儿子是跟我回去泰国四年 读幼稚园的时候 他说妈妈有一首歌我听了 很感动想要哭 也许会有一天我们都变成多甜 一听我就整个眼泪就掉下来了 然后终于领悟到了说 我结婚到现在 我追求的东西其实什么都有了 拥有了那些东西 你为什么还是觉得不满意 为什么你还会觉得 你还要想要再继续追求 回到台湾我就建立这个粉丝专业 叫On My Bikeway 就是我的脚踏车途中 就记录我平常 可能骑脚踏车出去 遇到了什么人事物 可是他多了一个就是我在推广这些语言 文化 或者把讯息 台湾这边的讯息带给泰国那边 把泰国那边的讯息带给台湾这边 住在台湾的新住民们 他们可能 尤其如果你刚来 你的讯息是零 因为你语言不同 所以他们当知道这个讯息 他们就会跟身边的人讲说 如果你想要知道 台湾而且是家庭主妇 在推广文化 在教书 你可以去追求他 你可以去请教他 教自己的母语对我来说是轻松的 因为在家里也要教小孩 那现在就是多了教别人的小孩 也许你没有办法有机会 你去坐飞机到清零这个国家 但是现在事情很发达 老师透过这样的教学 其实体会会更深 更道地的文化 我也是一般的家庭主妇 但是我可以利用一些时间 空档式时间去参与 公共参与 去推广 去学习 去增能 它可以有一些火花出来 可是最主要最主要 我是希望说可以用 政府的一些资源 去做连结 像我的小孩子 有参加语文竞赛 我的学生有参加语文竞赛得奖了 我就把他们带到 这个教育广播电台去分享 既然要来到台湾落地生根了 那我们就多多了解台湾这块 多多让自己成为 这块土地的一份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